我们来看中间加一个这个利率差的问题 就是像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 小英开放基地的利率呢 它可能跟世界利率不相等 不相等有什么原因呢 有两个就是主要一个是国家风险 预期汇率变动 其实这两个也是紧密相关的 国家风险 比如说前面讲的这个 你如果你这个国家在发生内战 在发生战争 比如像现在国家 比如像叙利亚 叙利亚就是一直在 这么几年一直在打仗 如果叙利亚发生国债的话 你有心情去买吗 你有心情去买吗 即使你去买 你也得需要它给你非常高的利率才行 因为不然它这个风险太大了 它这个叙利亚政府 它如果发生一个国债的话 你去买的话 这风险太大了 万一它这个政府就倒台了 你这不是血本无归吗 所以说你即使买 你要收很高的利息 或者这个预期汇率变动了 比如说当时那个 如果比如说借给一个经济不太稳定的国家 比如说像这个 当时那个90年代 像像墨西哥 还有那个 还有像那个叫什么南美的那些国家 他们曾经呢 他们曾经出现过一些这个违约 他们以前借给他们钱的 他就可能违约了 违约以后呢 他这个国家呢 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不靠谱 不靠谱 那么我钱借给他呢 有可能 也有受影响 汇率有可能 汇率也有可能 他们这个国家贬值了 为了防止出现这些情况呢 那我钱借给你了 你就要多给我一些利息 因为你这个国家就 就跟银行 就跟银行里做贷 放贷款一样的 如果你这个国家 如果你这个人信誉特别好 然后呢 你又有房地产底呀 然后呢 你还有人给你做担保 那我就利率的 我放给你钱的利率呢 就会 利息的我少收一点 因为我觉得 我就给你的贷款以后呢 我一定能收回来 你一定能收回来 你风险比较小 就没有这种风险 风险比较小 那如果你这个 你带给你一个 比如说像小微企业 你这个企业 过了人家跑路了 我就是带给你 我要收很高的利息 不然的话 我怎么弥补我自己的 万一我收不回来 那我就形成不良贷款 我只有多收一点这个利息 它能够覆盖我这个损失 这样的话 我们就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SATA SATA就是我们说风险贴水 或者就是一个风险的一个溢价 就是一个风险的一个溢价 比如说你前面 前面讲的 你带给像这些发展中国 国家 你这个国家不稳定 我带给你钱 你就要 你就要这个 你给我的利息 就要高一点 来弥补你的这一部分 风险的成本 这种风险贴水呢 我们说这个 就由这个政治风险 还有你这个国家的这个 预期的这个汇率变动 所决定的 就你这个风险贴水 或者说 或者理解就是一个风险的溢价 就前面讲的银行贷款 你如果你这个 你信用不好 或者是你这个人 你有可能跑路了 怎么样的 你就要给我的利息高一点 来弥补我这个成本 我们这里呢 把它当作是外申的 不是 不是由我们这个模型 自己内部决定的 我们是外申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这个 蒙德尔弗莱密模型的 这个方程呢 它就进入了这个投资 我们说呢 一个是 世界的地域 还有一个这个 风险的贴水 然后呢 它进入到投资了 也进入到这个 流动性编号了 货币需求这里 大家记住啊 这里 一个这里 一个是这里 那我们再看一看 现在呢 我们说 比如说你这个国家 我们借给某一个 比如说我们借钱 借给叙利亚 现在这个叙利亚呢 开始打仗 又发生战争了 那这个时候 你把钱 你借给他的这个风险呢 一下就急剧上升了 风险一上升 就会导致呢 你带给他的这个钱呢 你要收到这个利息就高了 利率呢 就高了 那利率高了以后呢 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我们带着弗兰密模型 你利率高了以后呢 第一点 利率高了以后 投资肯定减少了吧 对吧 利率高了以后 你投资减少了 所以说呢 IS曲线呢 这个IS曲线呢 往左移 对吧 投资减少 投资减少 那么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说这个LM曲线呢 你利率提高以后呢 我货币需求减少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货币供给没有变化 有时候我又说 我实际货币余额没有变化 在这里 它没有变化 货币余额没有变化 但是的 我的这个风险 就是风险贴水上升以后呢 它变化了 它变化以后呢 会导致货币需求下降 那么为了维持货币市场均衡呢 收入 就收入上升了 就收入上升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你这个收入上升呢 你就相当于是这个 LM曲线呢 往右边移动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你货币的供给呢 是 实际货币余额是固定不变的 而这个时候呢 由于风险贴水的上升 而导致了本国的利率呢 在上升 为了要维持货币市场均衡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只有收入水平提高了 收入水平提高了 那么你的这个LM曲线呢 就往右边移动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均衡点呢 比如说在这里 就这个是 这个是RS曲线 在这里 均衡点在这里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前面通过两条渠道 一个是利率 风险贴水上升以后呢 导致利率提高 利率提高减少了 减少了这个投资 所以说RS曲线往左移动 往左移动 然后LM曲线呢 往右移动 所以说我们均衡点呢 就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啊 收入增加了 收入增加了这个途径是什么 是因为它的汇率下降 汇率在下降 这里面我们前面 我们这里面讲一个这个东西 就汇率 我们中间穿插一个汇率的自我实现 因为我们前面讲啊 你这个风险 风险贴水上升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你有这个感知到 你这个国家的风险 再一个呢 你预期它会贬值 预期会贬值 你看啊 如果是预期会贬值 预期会贬值以后呢 风险贴水有上升的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国家的货币呢 将来会贬值 比如说我把钱带给你以后呢 你有可能这国家的货币呢 会贬值 国家货币会贬值呢 那么我的风险贴水呢 就上升 风险贴水上升呢 那么你带给它的钱的这个利息了 利率呢 你就要提高 利率提高呢 就会有这两个 就会有这两个途径了 就是IS实际上往左移动 LM实际上往右移动 然后汇率呢 就会大 就会下降 大汇率就会下降 这个时候你看啊 你本来是预期它贬值了 而且最后呢 但是最后呢 它真贬值了 你本来是想着它贬值 你给它的预期 估计它要贬值 但最后呢 它真贬值了 它证实了你的这个预期 所以这个就是叫预期自我实现 预期自我实现 最近两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银行的挤兑这么个例子 银行的挤兑 我们前面我们讲过 后面我们还会提到 如果你觉得这个银行不行了 那这个银行可能真的就不行了 因为你觉得这个银行 比如说它又可能会破产 那你会干什么呢 如果所有的这个储户 都会赶紧去把这个钱取出来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干 银行真破产了 这里面是一样的 如果你预期它的汇率会贬值 它汇率会贬值以后呢 你就会提高你的这个风险贴水 风险贴水一提高以后 利率就会提高 利率提高以后 你就会通过这两种途径呢 会让它的这个汇率呢 真的就下降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汇率了这个 这个自我的这个实现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情况很独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 你是假设你这个国家 政治动乱 你既然国家都已经 政治动乱了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了 你收入反而提高了 这个跟我们直觉很不一样 你这个国家都已经发生战争了 像叙利亚都会发生战争 你这个国家怎么可能 经济还会好转呢 这是这是无法就是理解的 所以这个跟常识很不符 前面我们讲的就是说 它的这个途径是什么 前面的我们途径呢 就是 由于这个风险贴水上升以后呢 它的这个利率 利率提高呢 它会导致这个汇率的这个贬值 而汇率的这个贬值呢 它会带动我们这个进出国的增加 而进出国的增加呢 带动了收入的增加 前面这个逻辑是这样子 前面这种途径是这样子 但是呢 这种逻辑啊 它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会出现 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会出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我们这边 规到几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 央行呢 它会减少这个货币供给了 我们前面讲了 你你前面这个途径的变化呢 主要是因为你汇率的这个贬值 导致了它变化 现在呢 真实生活中 或者在现实生活中 央行它是一般来说 本来你这个国家都已经是出现这种风险的这种 贴水的增加 都已经出现这种政治动荡了 央行它不会随随便便的让你这个本国货币贬值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般来说 这些国家就是发生这种政治动荡的这些国家 它都有 它都 它都是在国外呢 都欠了很多钱 它都在国际上举了很多债务 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本国货币贬值的话 虽然你能够促进你本国的进出国的增加 虽然你能够促进进出国增加 但是呢 你本国货币一贬值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将来偿还的债务的负担就更重了 就是说现实生活中这些国家 大部分都是欠了国外很多钱 不管是像这个拉美也好 或者当时这个泰铢也好 它都正跟国外借了很多钱 因为它借了很多钱 比如说发展自己的国家的生产 一旦自己国家如果贬值的话 那么它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归还这些钱 那债务负担就更重了 就非常重了 再一个呢 你这个你前面讲了 你这个货币贬值刺激进出口 你在这些国家也很难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国家 一般来讲 比如像政治动乱的这些国家 它也很难能够生产出来物美价廉的产品 也很难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 你本身 你这国家的生产力肯定是不太好的 生产力肯定是不太发达的 你也很难能够生产出高质量 就是物美价廉的这种商品 那么你这个货币贬值了 你就是再贬值 你东西可能卖不出去 因为国际上没有人愿意买你的东西 你这个东西 你就是再便宜 但是质量太差了 没有人愿意买 所以说这些国家 货币贬值的刺激进出口 刺激进出口这么个渠道 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会实现 基本上不大可能实现 但是他们这些国家 往往就欠了很多的外债 所以说央行 他一般来说 他会肯定会避免 本国货币的这种贬值 本国货币这种贬值 第一个原因就是 本国货币一贬值 这些国家 他本国货币一贬值 那么他进口了很多东西 价格就会上升 就是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输入性通货膨胀 那么价格会上升的 对吧 价格上升 P提高 不管是减少货币供给也好 或者是P提高也好 就是都会让这个 实际的货币的余额呢 下降 实际货币 我们前面这里面讲了 你这里的LM曲线呢 是往右移动的 而这两个呢 都会让LM曲线往左移动 减少货币供给嘛 会有这个提高价格 都会减少实际货币余额 所以说都会让LM曲线往左移动 第三个图形也是一样的 第三个图形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 如果你的这个 你有了这种 就是发生了这种风险 一旦有了这种风险以后呢 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是经济危机了 而且这种危机呢 跟你这个货币危机交叉在一起 交织在一起 这个时候民众呢 民众呢 他只会 就是说 他对流动性的偏好呢 只会非常的强 他这个时候呢 他对这个货币的这个 流动性的偏好呢 是非常的强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如果出现这种经济 人的严重衰退的时候 民众的这种流动性偏好呢 是非常强 他这个时候呢 他觉得这个货币是最安全的 所以说他对这个货币的这个需求呢 是非常是非常强的 这种渠道呢 他跟这个渠道是一样的 都会导致流动性的这种减少 所以说呢 最后呢 LM曲线呢 他是恰恰的是向左移动 而不是向右移动 向左移动 而不是右移动 这个时候呢 他向左移动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一样的他要减少 他要控制住这个货币的贬值 他不能让货币急剧贬值 因为这样呢 如果货币急剧贬值 对他的 对他这个影响呢 会非常大 所以说他要减少货币 减缓货币的这种下降 因为货币一下降 对吧 我们前面讲 我们讲这种泰铢这个例子 如果出现货币的这种急剧贬值的话 而且这些国家呢 他一般来说 他都是持有 他都是保持这种固定货币制 有可能他外汇储备呢 就会耗完 外汇储备会耗完 所以说他会减少货币的这种下降 通过前面这种三种渠道 这个时候呢 你看 如果是这个 我们说这个投资影减少了 对吧 投资影减少了 IS居然往左移动 会这个LM曲线了 现实生活中 他不会往右移动 而是继续往左移动 继续往左移动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收入呢 是下降的 这个是现实生活中 大家更可能会观察到的情况 而不是像 我们这里面预测的这种情况 那途径呢 就是因为这种途径 因为他要 首先央行 他要避免本币贬值 然后那个 货币贬值以后呢 他会导致输入性的通膨胀 还有呢 这个时候流动性偏好呢 是非常强的 都会导致LM曲线往左移动 所以说这个时候收入是下降的 就政治动荡呢 会导致收入的这种下降 而且从长期来看呢 因为你投资减少了 你还有可能会 激进了这个资本的积累了 你会下降 资本积累下降 你根据索罗模型 一个增长的前景就会下降 对吧 所以根据这个 你经济增长这个前景 就会比较差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前面我们讲的这个 浮动汇率跟固定汇率之下 这个蒙达尔弗莱密模型 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 到底是浮动汇率之好 还是固定汇率之好 就我们最开始我们讲了 这个都是各有利弊 我们说固定汇率之下呢 它的这个好处什么呢 固定汇率之下 你看到没有 你的这个货币呢 就被捆绑住了 你货币的手脚就被捆绑住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这个央行呢 你就不敢滥发货币了 滥发货币对吧 因为你一滥发货币的话 你货币发音量非常多的话 你导致本国货币如果贬值了 那你这个固定汇率之下 你就保不住了 固定汇率之下 你就保不住了 所以说呢 它就可以就是 把央行的这个手脚捆绑住了 但是呢 它的这个 你既然把央行的手脚捆绑住了 它确实是 不能够滥发货币了 但是它的这个 这个缺陷也非常明显 那我既然 我都不能够发货币了 那我对于这个 本国的这个 一些收入的变化 或者经济的变化 我就没法发挥作用了 就前面讲到希腊这个例子 我把我 我自己本国的货币 都完全放弃了 我现在只用欧元了 我只用欧元 对吧 我完全放弃了 那我现在我的货币 我就没法实行货币政策了 所以当时希腊这个 希腊这个危机 如果它能够实行 自己的货币政策的话 如果它没有采取欧元的话 它可能危机没有这么严重 它能够自己 它可能比如说 自己能够通过一些种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它能够调控一下 但现在我货币都已经 完全被捆绑住手脚了 因为通过汇率 我们说如果 即使希腊有货币 它跟欧元保持 一比一这种严格对应的话 那它也没法调控 那我们再说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它的这个好处呢 就是货币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效果很明显 效果很明显 我可以 我能够这个 我不用管汇率 我不管汇率 我这样的话 因为我汇率它浮动嘛 我不管它 而且这个时候 我能够发挥 发挥我迎来的效果 但是浮动汇率之下呢 它的这个缺陷呢 那肯定就是 首先这个 波动就比较大 因为一旦汇率浮动呢 就会有这种 大家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炒过外汇 炒外汇 你看 它就大概就是这种 外汇的买卖了 有可能你这个国家经济形势要的不太好 那你这个汇率就有可能大幅度的波动 大幅度波动 其实比如说你从事国际贸易的 大家如果学过国际贸易就知道 那个就是你进行曝光啊 这些价格 你进行买卖 因为很多时候你东西卖出去以后 你一年以后才收到货款 一年以后才收到货款 那你这个 如果汇率大幅度波动的话 你就自己的收益都没法保证 本来按照今天的价格呢 我还能挣钱 按照一年以后的价格呢 我可能就 我不但不挣钱 我可能还亏钱 那对于国际贸易呢 可能就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当然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固定汇率 跟浮动汇率 它的这个优劣对比 那么在就是我们看一看到 这个固定汇率呢 它有自己的很多优点 也有缺点 浮动汇率一样的 那么在实践中呢 你很少能够看到 就是说我们前面理论上所讲的 一个国家 它采取一个非常的 就完全的固定汇率 或者是完全的浮动汇率 这个汇率的制度的选择呢 选择了它并不是这个铁板一块 这个汇率的选择 它在现实生活中 是有很大的灵活性的 比如说如果你这国家 你是就是选择的是一种固定汇率 但是固定汇率呢 如果你的这个固定汇率 跟你这个国家的政策目标 比如说有其他目标 有这个冲突特别特别重的时候呢 你有可能就会 比如说你有可能就一次性的 调整你的这个这个汇率的这个币值 因为我们说虽然你是固定汇率嘛 但是你可以宣布 你现在宣布一人民币对多少美元 当然你也可以一次性的宣布 我现在一人民币呢 就是不再是 以前是就是一美元 呃换八块钱人民币 那么我可以一次性贬值 或者一次性升值 这样的话呢 现在选择的这个一个固定汇率 但是你这个国家呢 你在保持这个经济的稳定的增长 或者说是保持经济的这个通货膨胀 这个时候汇率的选择呢 跟这些目标如果冲突特别严重的话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有就有一定的权衡 权衡的话 因为我们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时候的政策目标呢 它是有冲突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权衡 你选择这么一个政策目标 或者选择另外一个政策目标 你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或者说你有多么大的收益 如果这个时候你放弃了这么一个 呃这么一个固定的汇率的这个这个情况的话 你能够你确实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但是你在其他方面你的收获的这个收益更大的话 那么未成它不会是它不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是对于固定汇率 那么浮动汇率也是一样的 我们说虽然像美国啊英国啊 就是或者欧洲那些国家 他们是选择了一种就是 就是算是偏偏浮动汇率这么一个制度 但是他们对于外汇的这个干预呢 也毕竟不是说一点没有 他们不会说放任这个外汇市场 就是汇率的这个是完全的自由的波动 比如说当时在英国在脱欧的时候 他的这个英镑呢就大幅度的贬值 那么可能英国政府他肯定不会就是坐视不管 他不会让这个英镑就是急剧的贬值 因为你这个货币急剧贬值的话 他有可能会引发你国内的这个 就是资产的价格会大幅度波动 搞不好搞不好的话就有可能会量成金融危机 这个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这个所以说呢即使是选择幅度汇率制呢 他也不会说让你这个汇率能够自由的随便的波动 他一样的会对这个外汇市场在有必要的情况下 他会选择一定的干预 就这个这个大家这个也要非常清楚 不管是孤零汇率还是浮动汇率 他绝对不是这个在实践中 他绝对不是铁板一块 他是有很强的这个灵活性的 但是呢不管是你是怎么操作 你这个总的目标呢 都是要保持一个汇率的这个稳定 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个就汇率的稳定 总的来说是是各个国家中央银行呢 他追求了一个目标 就因为这个你汇率稳定的 对于你的国际贸易啊 或者说对于各个国的投资者啊 他都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预期 如果你不确定性太大的话 那么有可能会就是会加大经济的这种波动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种还有这个讲的汇率呢 就是讲的那种国际的货币危机 就前面讲的那种泰铢啊 还有拉美的这个墨西哥他们这些危机 这边就讲了这个 跟前面那个国家那个利率差 国家风险是有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你如果这个汇率 你固定汇率 你前面讲的 如果你万汇储备耗完了 就像当时那个当时 九星的金融危机 当时那个索罗斯 他们这些当时我们说攻击泰铢 攻击泰铢呢 他就认为你这个泰铢啊 你官方维持这个固定的汇率啊 是不可信的 均存汇率呢其实很低的 均存汇率很低 你这个态度根本不止这个价 就像你这个是这个 你就你把这个货币当做一个商品 你根本不止这个价 然后呢 就前面我们讲的前面讲的 那他就要进行套利 他就要攻击 就要进行套利 那你这个泰国这种泰国样行呢 你就要能够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 能够满足 能够对他进行 对他进行这个 跟他进行这种博弈 对他进行博弈 那么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外汇储备耗完的话 那你就不行了 就像这种 为什么叫汇率大战 这种就汇率战 你如果外汇储备耗完了 那你就 那你这个 你就没法再进行这样一种 跟别人这个 这个攻击这么一个筹码 所以这个就是 那这样的话 你汇率就有可能会 一泻千里 如果你外汇储备耗完的话 你汇率就会一泻千里 一下就是 就有可能就崩溃了 就可能能一下贬个50% 甚至更多 汇率一崩溃 大幅度贬值的话 那后果就很 就比较严重了 我前面讲的像这个国家 它可能都会借了很多外债 这个时候呢 你不仅有这种汇率的这个危机 你还有这种主权债务危机 因为你借了很多钱 但是你现在货币不值钱了 而且大幅度贬值 货币不值钱了 但你这些钱 你还是得还啊 你如果不还的话 将来就没有人 投资者就 国际投资者没有人敢借给你钱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这种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呢 还有这种主权债务危机 而且我们前面讲的 前面我们这里面讲 最终这个央行呢 它实际生活中 实际的 它会让这个货币的 LM曲线的往左移动 它会就是说 它会减少货币供给 减少就是 避免本国贬值 避免本国贬值 而这个时候呢 它减少减少了这个货币供给的话 你本国这个利率呢 还提高 本来你这个深水呢 就会导致你利率提高 我现在货币供给了 我还得提高 我货币供给减少以后 利率还得提高 那么你投资呢 下降的更厉害 投资下降的更厉害 所以说本国的经济呢 就会陷入一个 比较严重的衰退中区 这样呢 因为你不仅有货币危机 你还有主权债务危机 本国呢 因为投资减少 投资 投资因为利率上升以后 投资也会减少 所以说本国也会受到 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汇率一旦出现 这种货币危机以后呢 它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 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投资性攻击呢 还有这种叫货币局 货币局制度 货币局制度呢 它就是 它这里面就 我这里面讲的就很清楚了 你问你 我现在维持固定汇率对吧 你不是要 你不是攻击我吗 你不是 你不是索罗斯里面攻击我 这个泰铢吗 那我就是 我发现多少的泰铢 我就保有多少美元储备 你就来跟我换吧 你给我换多少 我都有 对吧 你给我换多少 换多少美元 我都有 大不了你把台铢全部 全部给我换 我都有 我都有美元储备 所以说 所以持有足够的这个外物通货 我那个外国通货 这个储备 能够对应这个本国通货 就是 一单位 我发现一单位 这个发现一块钱的泰铢 我都对应着 有一单位的这个外币 我美元储备 你只要来攻击 我都 我就能够完全的 有这个弹药 能够跟你打 所以这是货币局制度 那么货币局制度 再往下一步呢 比较极端化了 那我就 我甚至 我自己的国家货币 我都不要了 我不要我们国家 我自己国家货币了 我就是 我直接用美元得了 这就是像那个 呃 直接像那个叫什么 就是当时 美国像美国巴拉马 他们就是 直接就用美元 我国家不发不发现货币了 我直接放弃本国货币 我全用美国 美元做 因为美元 我们知道它是个世界性的货币嘛 而且它现在确实是一个 毕竟是世界 就是主要的储备货币 但是你一旦放弃 你自己本国货币了 那你想想 你这个收益 你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你们自己本国货币 都发现不了的话 那你本国货币怎么 就前面前面讲的欧元 那个希腊这个 你自己本国货币都没有的话 你这个 自己本国经济的你也没法调节了 因为你完全跟着别人走 完全跟着别人走 别人 因为美国怎么调节 它的美元呢 你自己也要怎么变了 对吧 然后这个 我们说发现货币呢 中央政府还能有一笔通货逢上税 就住币税 那这笔钱呢 你也没有了 等等 但这个时候对美国是非常好的 因为美元我可以拿 因为我自己发现货币 我想怎么发怎么发 而且我拿了这个钱了 我到你这个我家 还可以随便买东西 那对美国老百姓来说 肯定非常好 这就是说 我们说美国经常利用 利用它这个美元 这个霸权地位呢 就薅世界这个羊毛 因为它 它这个美元 它现在是个国际的 主要储备货币 而这个就是这个 投机性攻击 还有货币局 跟美元化这个问题 这就是讲的这个货币 这个大家如果对 这个问题比较感谢 可以多去看看 这种国际金融的一些脚裁 国际金融对这些问题 讲的是非常多的 当然就有 第一代货币危机 第二代货币危机 当时这个都有很多 这个讲述了 我们这里面再看 本条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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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概念 就是不可能三角 不可能三角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国际货币 汇率货币体系下 就是自由的资本流动 还有固定的汇率了 还有这个独立的货币政策了 三个 只能选择两个 另外一个就是放弃 我们可以看 我们现在看这个中国 中国什么了 中国 我们 我们选择了固定汇率 但是呢 我们国家的货币呢 我们也要保留 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 我也要保留 我能够调控本货经济 但是呢 我就不能够让资本自由流动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资本小国开放经济呢 资本一旦自由流动以后呢 你这个货币呢 你这个利率上一点 资本就大幅度 大幅度进来 或者下一点资本大幅度流出 就是资本的大进大出 就会让你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了 就很难调控 就很难调控 那我现在呢 我把你这个 我把你的资本自由流动把它卡住 我不让你这个资金能够大进大出了 你这个老百姓 你说一说 我们在中国 我们老百姓 不能够随随便便买这个 美国的股票 那美国还可以啊 美国他可以 比如说因为美国他没有这个 他美国他是资本 他资本自由流动 那美国老百姓呢 他就可以比如说买英国的股票 对吧 因为他美国跟英国都是资本自由流动 他美国呢 他就可以去买英国的股票 但我们中国呢 我们中国就不行 我们中国的资金你要出去呢 是没那么容易的 我们我们国家有这种强制性的 这种结售会的这种制度 但是呢 美国呢 他也要保持独立货币政策 但是呢 他就放弃了这个 孤零汇率 那我汇率就浮动吧 但是美国他不怕 因为他本身美元是国际这个主权 主要的这个储备货币 所以说他美国没问题 那么我们再说香港 这种情况呢 就是 我汇率也保持稳定 就举个香港 中国香港这个例子 汇率也保持稳定 但是我资本也自由流动 因为他是这个 这个 我们说这个 资本非常自由流动的一个地方 但这个时候呢 我的这个货币政策呢 就我们前面讲的 你就没法控制了 你保持固定汇率呢 还有你的这个资本的这个自由流动呢 那你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我的货币呢 就完全是 适应这个汇率的这个变化 我完全适应汇率的变化 那我对于这个 呃 国内的经济呢 或者本地区的经济呢 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而这个不可能三角 这个 这个国际金融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这个 就是这个题呢 也是非常 学校爱考的一个题 它就不可能三角 或者称为三元倍的 它就开放经济 开放经济条件下 提出来的这么一个 就是 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和汇率的稳定 跟资本完全流动 它不可能同时实现 不可能同时实现 最多能够满足两 最多能够实现两个 然后放弃另外一个 其实就根据我们前面 就我们但是佛联明模型 我是 就是完全能够推导出来 这么一个 不可能三角 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大家可以看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前面前面的这个 蒙特尔弗莱密模型 都还是短期的 最开始讲了 我们是短期价格固定 就是跟这个ISR模型 是类似的 短期价格固定 现在呢 我们到了长期 我们现在呢 从短期到长期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蒙特尔弗莱密模型 推导出这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总需求曲线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总需求曲线 因为价格一变化以后 产出再一变化 那么对应呢 就是总需求曲线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ISR模型呢 就写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啊 汇率我们就不 汇率我们就不再写这个 民意汇率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写 实际汇率了 前面我们讲的 价格固定的话 实际汇率跟民意汇率是 他们两个是乘比例变动的 写谁都一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回到最最最开始的 这个我们就写这个 实际的汇率 然后这里呢 我们的利率呢 还是这个 由这个世界金融市场的 就要决定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 其实这个这个东西呢 它比较简单 就是如果价格水平 比如说价格水平下降 价格水平下降 那么你的这个 实际的货币余额呢 对吧 你价格水平一下降 实际的货币余额呢 那就上升 实际货币余额一上升呢 那就相当于 你的这个货币的供给呢 就相当于增加了 对吧 或M除以P 你P一下降 那么你的这个 这个实际的货币余额呢 就增加 就相当于是你的这个 货币的供给呢 再增加 这个LM曲线呢 就往右边移动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LM曲线 往右边移动以后呢 汇率下降 汇率下降以后呢 汇率一下降 等于说我这个本币呢 就贬值 本币一贬值以后呢 本币贬值以后呢 它进出口 出口又增加了 出口增加以后 收入又增加 对吧 出口一增加 这个收入呢 它就随时就增加了 这个时候你看到 价格水平的下降 导致了收入水平的这个增加 那对应下呢 就是价格的下降 等于呢 这个收入的增加 这样的话 我们就推导出来 这个开放经济条件 我们那是 弗兰米模型下的 这个总需求取钱 就价格 而且这个总需求取钱 上面的每一个点 都是产品市场 与货币市场 同时均衡的点 大家记得 就每一个点 都是产品市场 与货币市场 同时均衡的点 因为这个点呢 比如在这里 这个货币市场 与产品市场均衡 那么现在价格下降 实际货币余额呢 上升 那么货币供给呢 就相当于是增加了 货币供给一增加了 那么这个 汇率的下降 实际的汇率下降以后呢 进出口增加 产出就增加 那么就会带来这个 总需求取钱的 就向右下方倾斜 而且我们现在来看看就是 短期跟长期 它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点 这条曲线呢 我们说是长期的 就是均衡产出 就古典模型下的 这个均衡的 古典模型下的 这个自然产出 自然产出水平 自然产出水平 然后呢 K点呢 我们说C点 古典模型下 K点呢 我们说是凯恩斯 短期中的这个均衡状态 短期均衡 但是我们看短期均衡 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短期的均衡呢 收入 还有产出呢 它比均衡的 就自然产出要小 它比自然产出要小 相当于是我现在这个 我有这么很强的这个 我有这么强的这个生产能力 我也能生产出来这么多 但是呢 我现在生产出 我生产出来的 我现在需求的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的话 那你这个东西呢 你价格就慢慢 你就卖不出去了 卖不出去了 你东西就价格被下来了 那卖不出去了 你东西 你的价格呢 随之就慢慢下降 价格随之下降 价格随之下降以后呢 那就是前面这下了 实际货币 你价格下降以后 实际货币预额比较相当于增加 货币供给了 就随之增加 实际货币供给了 就随之增加 然后你的这个短期均衡呢 就逐渐的到了 过渡到这个长期均衡状态 就从K点到C点 这就是 当你因为你价格下降以后呢 你货币供给增加 汇率下降 汇率下降 这个进出过增加 进出过增加 收入增加 然后呢 慢慢的就会回到这个 长期状态中的 这就是短期跟长期均衡 这么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其实它都是根据这个价格的调整 前面我们讲了 就是你这个短期到长期中间 这个核心的差别 就是因为价格能不能灵活调整 能灵活调整 那就很快就到长期均衡了 不能灵活调整 那就像这个价格刚性 短期价格刚性对吧 所以K点呢 就表示凯恩斯主义下的这个均衡 那么4点呢 就是保持 就古典的框架下的这个均衡 就是 代表水平进行调整 使产数呢 回到这个自然水平下 前面呢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蒙特尔弗兰宾这个框架 就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蒙特尔弗兰宾模型 然后我们在分析 浮动汇率啊 固定汇率之下 蒙特尔弗兰宾模型是怎么运行的呢 我们说分析了三列政策 就是财政政策啊 货币政策啊 贸易政策 他们有什么运行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浮动汇率之下呢 这个财政政策没什么效果了 然后但是货币政策很有效果 然后到了固定汇率之下呢 货币政策也没什么效果 财政政策也特别有效果 而且一旦说到这个汇率这个问题呢 你就不得不说这个货币危机这个问题 货币危机呢 就前面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利率差 这个这些问题 然后说到这个货币危机呢 我们前面就把这些都总结起来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开放经济 就是国际金融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 就是不可能三角 就是这个他们两个他们三个 这个独立的货币政策 资本自由流动 还有固定汇率 他只能够三选其二 另外一个呢 他无法满足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型开放经济体 大型开放经济呢 他跟前面呢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一个唯一的区别呢 就在这里 NX呢他跟CF 就是这个进出口呢 他跟其实这个跟第六章也是一样的 第六章也一样 前面我们说利率呢 小型开放经济体 我利率呢 我是自己没法掌控 自己没法掌控 我是现在世界 世界利率市场是多少 就是多少 现在呢我能够自己能够调控了 我自己能够调控 所以说加了一个外汇市场 这么一个部门 加了这么一个部门 然后呢我们再来把这个 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产品市场 货币市场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看利率呢 就不再是这个世界利率了 而是自己本国的这个利率 比如说大型开放经济体 比如像中国 美国应该都是属于这么一个情况 他自己能够影响 这个世界利率的这种变化 因为我们体量非常大 我能够影响利率 我前面讲的小型开放 我影响不了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从完全竞争市场 到了一个类似于这样一个垄断竞争市场 我能够影响利率 然后呢 我这利率呢 就自己本国利率 然后呢 在外汇市场呢 就有这个产品层面的进出口 跟金融层面的这个进资本流动呢 两个是完全对等的 第六章 我们前面推导过这么一个式子 所以我们把这个把这个式子带进去 把这个式子带到这里面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IS学向写成这个样子 LM学向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怎么推导这个 这个大型的这个经济体的 我们带着负贷命模型 还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面讲这个 IS学向跟LM学向 这里面我们提到 这个开放经济体 开放经济体的这个IS学向 它比这个封闭经济体的这个IS学向 它要更平坦 更平坦 更平坦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们前面讲的 IS学向了 这个时候你看 利率如果有一点变化的话 你这个时候影响的不仅仅是 我们说封闭经济体的时候 你影响的只是投资 你利率一提高 利率一提高 你影响的只是投资 投资下降 现在呢 我利率提高以后呢 我利率提高以后 我还影响了 我还影响了这个资本的进流动 我利率提高以后呢 我资本的进 我就会发动资本流入到本国境内 资本流入到本国境内呢 那就相当于对本币的这个需求就增加 本币需求就增加 那么本币就有升值这种压力 本币一升值压力呢 我进出口还减少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利率增加呢 它不仅仅是挤出了投资 就利率增加呢 它不仅仅是对投资有负面影响 它对这个进出口呢 也有负面影响 利率通过汇率呢 它影响了进出口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IS学它比以前平坦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这个资本进流出 我们再对应这个外汇市场 对外汇市场呢 就是这个呢 就是进出口 这个低度上是比较下的 而这里面我们讲这个 一旦这个IS曲线跟LM曲线 确定了均衡利率 均衡利率呢 就会确定这个资本的进流出 资本进流出呢 我们说在外汇市场的 这个进出口跟这个资本的进流出呢 他们两个又均衡了 他们两个决定了 这个均衡的这个汇率水平 好 我们现在也来是分析一下 这个开放 大型开放晶体的中的 这个政策 就外申的这个政策变化以后 它对于这个 这些我们这些内政变态 有什么影响 这里面讲了大型开放晶体 我再提 再提一点 我们依然是 就是短期的模型 依然是短期模型 所以说这里我们还是民意汇率 不是实际汇率 其实还是一样的 这里面还是分析的 就是短期的 短期问题 只是我们从 我们说小型开放晶体 我们现在只是从 小型改成的大型开放晶体 但是我们的分析的时间范围呢 依然是短期 好我们现在这个说 如果财能扩张 财能政策一扩张 对吧 利率提高 这个时候的挤出效应啊 就比以前 负面晶体 我前面讲的有多 你现在利率提高 你不仅挤出了投资 你还挤出了进出口 所以说你看 它的这个挤出效应啊 就会就 它就反映在 反映在这里呢 就反映在这个IS 非常比以前呢 比封闭晶体的 更平缓 更平缓 所以它挤出了更多 反正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利率提高了 收入呢增加 那利率提高呢 我们资本的净流出呢 就减少了 对吧 资本净流出就减少 资本净流出也减少了 那么我们在外汇市场上呢 本币的这个供给呢 就减少了 对吧 以前你现在利率提高了 利率提高了 那么以前比如说 这个外汇市场上 正常运转的话 那我现在我流出去的 这个资本呢 没有那么多 因为现在本国货币也很 本国利率提高了嘛 本国利率提高了 那我流出去的这个货币呢 没有那么多 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那你在外汇市场上 我在外汇市场上 你这个本币的这个供给了 就会下降 本币的供给一下降呢 供给一下降 那你价格价格就上去了 相当于就是 我汇率呢 就升值了 汇率就升值了 那么进出口了 这个时候呢 就降低了这个进出口 回到这个图形 对吧 现在 在方便经济上 我们只是挤出了投资 这个时候呢 我还挤出了进出口 因为我通过这个 利率的这个变化呢 我还挤出了进出口 导致了汇率提高 挤出了进出口 我们再来看这个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呢 这个时候货币政策 就非常有效果 因为就RS水线比较平坦了嘛 RS水线比较平坦 如果 RS水线非常平坦的话 完全水平的话 那RS水线 那货币政策是完全有效的 它没有任何这个损失 它就我货币政策 它就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所以说 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开放经济体呢 这个 货币政策呢 效果就比较 就比较显著 我们现在货币扩张 货币扩张以后呢 这个利率下降 对吧 利率下降 利率下降呢 资本的这个进流出呢 就增加了 就现在资金出去了 资金出去了 资金出去以后呢 那么在外汇市场上 资金出去以后 它在外汇市场的 这个资金的供给呢 就增加了 资金的供给一增加了 那么这个价格就下降了 就相当于我本币呢 就贬值了 贬值以后呢 就进出口呢 就增加了 进出口以增加了 那么我这个收入呢 就增加了 对吧 收入增加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前面讲了 财政政策 你有两种几出效果 你会有两种 两种几出效果 你几出了投资 几出了进出口 那么货币政策呢 你竟然下降 你竟然把利率降下来了 那么它就 它就通过两种渠道了 能够提高产出 一种呢 就是我增加了投资 另外一种呢 我增加了进出口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货币政策的效果 是非常显著的 这个其实就跟前面 这个小型经济体是一样的 就财政政策呢 没什么效果 如果是完全水平的 那财政政策 就没有任何效果了 就完全被 被汇率完全挤住掉了 然后呢 现在呢 这个 货币政策呢 前面我们说效果很显著 这里面我们看到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效果 效果 效果也 效果也非常好 因为它不仅能够 带来投资的增加 还带来这个进出口的也增加 所以这个就是 大型开放经济体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结论跟前面 小型开放经济体 结论本质上 没什么差别 都是 都是以差不多 都差不多 只是幅度的问题 那个幅度大 那个 那个幅度的程度更大 这个程度小一点 但是 基本的方向 结果呢 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这个就是 就大型开放经济体 就讲了这么一个幅度 我们现在就 在对本章 最近做了一个小节 所以蒙德尔弗莱密模型呢 前面讲 它是一个 它是 埃塞尔模型的一个衍生品 它是一个 埃塞尔模型的一个衍生品 当然蒙德尔呢 他因为就是 就是做了这么一个贡献吧 也是因为获得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 应该是 我记得应该是99年 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就因为的这个 蒙德尔弗莱密模型 而且蒙德尔呢 还是被誉为 这个欧元之父 大家可以了解了解 蒙德尔这个 被誉为欧元之父 他蒙德尔 大家中国也是 来中国来的也比较多 而且在中国有一个 蒙德尔黄达的一个奖 黄达就是人民大学的一个 搞金融的一个老前辈 所以说呢 这个蒙德尔 大家可以看 他在这个 他被誉为欧元之父 他在欧元这一块 就是货币的 共同 货币共同区 这么一个底度呢 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那么在蒙德尔弗莱密模型呢 它既然它是ISM模型的 一个衍生品 那么它呢 跟前面ISM模型呢 一样的 就是把价格的水平呢 视为固定 然后呢 分析这个 分析什么引起了 这个收入跟汇率的 这个波动 而且呢 他分析的这个 浮动汇率跟 固定汇率之下 各种货币政策 各种各种政策 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浮动汇率之下呢 财政政策没什么效果 但是货币政策呢 效果比较显著 那么在固定汇率之下呢 财政政策的效果 也比较显著 而货币政策呢 又没有效果 因为货币政策 它要适应这个 汇率这个变化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了 蒙德尔弗莱密模型呢 他说明了 就是在固定汇率之下 货币政策是失效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在选择固定汇率的时候呢 相当于你的这个 货币的政策 你的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了维持这个 汇率的固定这一块了 你对于本国的 追求这些目标呢 你就无法再进行操作了 因为固定汇率呢 你一旦声明了这么一个 这么这么一个固定汇率 那么你的这个货币政策呢 就完全被这个汇率的 汇率这一块呢 被绑架了 那么你所有的这个政策呢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ISR模型里面 你货币政策的这些 这些所实现 所要追求的这些目标呢 都无法实现了 因为这个时候 它已经这个 对你的这个货币政策 已经实行了一种 某种程度来说 一种一种的绑架 但是但反过来了 就是说浮动汇率之下 那么货币政策呢 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是跟前面 跟固定汇率是 正好是完全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说浮动汇率之下 货币政策是有效果 而固定汇率之下呢 那个货币政策 它就失效了 第四点呢 就是如果投资者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货币深水的概念 如果投资者 他对于这个一个国家的资产 他有这个 比如说有 他的这个预期 开始变得恶化 他觉得这个国家 比如说借给他的钱 他有可能会违约 或者说这个国家 本身有可能会发生 这个政治动荡 或者战争的风险 或者等等各种的 这个经济风险的话 那么他借给这个国家的 这个钱 他就有这个 一个风险的深水 这个风险深水 反映到利率上面了 那么就是你的这个利率 你借给这个国家的 这个资金的 这个资金的价格就要提高 这个所以说 你的利率呢 就会提高 而我们前面 根据这个蒙德尔 弗莲莲卫星这个推导 就是在 在有这么一个风险深水的情况下 你这个会 你对这个国家的 这个这个 这个币值呢 就是不看好 那么你对它 就是一个贬值的预期 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这个汇率的 一个自我实现 你预期它贬值 你最后真的 就有可能会贬值了 所以说根据 我们前面这个 这个模型呢 我们看到 它最后的结果 就是利率的上升 跟这个 本国这个通货的贬值 但是 我们回到前面 第一开始提到的问题 就固定汇率值 跟浮动汇率值 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其实各有优劣 对吧 你浮动汇率值呢 你可以确实 你可以追求 这个其他的目标 你可以追求 这个汇率以外的 其他目标 然后固定汇率值呢 你把你的这个货币的 你把这个 央行的这个 收购给困盘住了 但是呢 我还能够保证 这个国际贸易 可以比较畅通 我能够畅通 国际贸易 而且这边提到 固定汇率呢 你还要 你还要持有 足够的外汇储备 足够的外汇储备 所以说 把这些综合起来 我们就得到 这么一个 不可能三角 就是资本流动啊 还有固定汇率啊 还有独立 独立货币政策 但是你很难 就是同时拥有 这三项 我们可能觉得 都还是不错 就是我们既要追求 这个独立的货币政策 我们也要追求 货币汇率的政策 相对稳定 那么我们还要 保证资本能够 能够自由流动 因为资本能够流动呢 它能够提高 这个资源的配置效率 资源能够配置效率 因为我可以 把资金投入到 这个收益最大的地方 这里面呢 就讲一点 就是像资本自由流动啊 曾经那个 正统的经济学啊 正统的这个主流经济学 认为资本流动 是肯定是好的 是对这个国家的经济 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当时这个 这个像这个MF呢 像这种国际货币经营组组 它给其他国家 发展的国家 开的这种发展的 这种政策要方呢 它都是要主张 他们资本要自由流动 但是由于这种 像九星的金融危机啊 还有墨西哥的这种 比索危机啊 亚根廷的这个 货币危机以后呢 MF呢 他们这个主流经济学呢 也在反思 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 对于发展的国家 是不是真的好 因为如果你这个国家 你的这个抗打击能力 或者说你的这个国家 这个本身经济资本面 不太好 经济面不太好的话 你资本自由流动 有可能对你这个经济呢 会带来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你比如说你资金 现在迅速流进来 你首先你要迅速流进来以后 你如果没有很好的投资机会的话 那么这个资金呢 它就有可能会追逐你这个 本国的一些资产的泡沫 就有可能会催大你这个国家的泡沫 然后呢 如果你资金迅速流出呢 那更是你本来还是工程在建的好好的 它前一下跑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资金的这种大进大出 还有快进快出的 对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到底是好还是坏 现在呢 国际呢 也在进行反思 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 这个以上就是本证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